大家好,我是張寶華 大家以前認識我就是因為我做了很多年的新聞 我過去這幾年讀了一個藝術學位 其實後面見到這四張畫 就是我在七月在藝術中心畢業展中 50張Portrait中的其中四張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藝術也好 文化或新聞都要跟社會緊貼 一定要反映到社會面貌 當地人的精神狀況和社會物貌 我覺得這兩年香港的變化實在很大 我身邊的朋友來自不同的圈子 其實他們都有很大的變化 有些朋友離開了 有些也從此各筆不再寫 亦都不再說 這兩年的變化其實對香港人的衝擊很大 加上Pandemic 所以我們面對著一個新的時代 其實我們有很大的不安 亦都有恐懼 亦都有很多焦慮 亦都有很多焦慮 所以其實我是想把所有這些情緒 我朋友身邊我見到的東西 所以我是一個Default Faces 就是把這種情緒放進去 我們整個作品叫做 英文就是Our Time 中文就是大時代中丁俄門 我們希望透過藝術 可以將現在當下香港人的情緒 透過畫筆做一個紀錄 我是何兆基 這件作品其實都是由頭像開始 幾年前上課的時候做示範 做自己的頭 做完之後一直都放下 沒有什麼特別再考慮做什麼作品 直至今次這個展覽 因為是Portrait作為一個主題 我就想將它和最近幾年有興趣的 另外一個題材 三水 看看如何將它融合在一起 頭我最開始的想法 就不想它正正常常地放在這裡 躺下了它 感覺好像是在睡著覺的姿態 有機會和山水的題材結合在一起 因為好像躺下了 就在夢境裡面出現一個山水 到最後展覽的時候 就考慮它怎樣展示 就嘗試將它放在水裡面 因為這個頭像的底部其實是中空的 裡面現在放了水 看上去的時候好像在山洞裡面 有些光 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些記憶 例如《桃花園記》 那件作品一直發展下去 我覺得文字都慢慢成為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除了作為一個記憶 《桃花園記》 或者一些中國的山水師作為一些參考之外 去到最後我都想自己的作品裡面 有一些自己的文字出現 結果就為這件作品寫了一首詩 雖然評則都不是很對的 但是有少許壓運 感覺上就是文字 是對於那個雕塑的一個再延伸 希望觀眾看的時候 多一層的想像 《桃花園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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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杜桃 我是一個傳統中國工筆畫家 我的作品今次是關於張家朗 拿金牌的一個事情 我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我的創作 都是追求一種很樸素的生活 我覺得運動是我其中一種相對上關注的事情 因為它和我的創作有一種共通點 就是很重視紀律和規律性的方法去生活 這個作品和以往的創作 對我來說是有點不同的 我以往是很強調很消極地抵抗時間 在作品裏面去表達 但我今次希望去表達 在一個事情上我們可以逗留多久 張家朗拿金牌這件事 的確是很值得鼓舞 但是之後又會怎樣呢 我覺得工筆某程度上 是給我一個方向去解決這個答案 我覺得工筆這件事 它提供了一種很嚴謹的狀態 以及我自己在創作裏面 造型、線條 一些很細膩的長時間創作方式 它令我對這個生活世界 一種很粗疏的體會 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 對我來說它是表達一種生活世界的厚度 所以我覺得在工筆裏面 如果能夠我的作品裏面 逗留多一兩分鐘 已經回應當代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我身為香港本地雕塑創作者 我身為香港本地雕塑創作者 我準備了兩個人像雕塑 一個是我婆婆葉淑亮 她因病離世的時候為她創作移成的雕塑 另一個是姜濤流行文化偶像代表的雕塑 有關我婆婆這個雕塑 自從得知她因重病 去到離世的過程中 她這個事項令我產生的一個反思 於是我就將她的姓氏 葉和佛教徒背景 作為一個線索進入這件雕塑 在這件雕塑上我用了樹葉、樹枝、幾何圖案 以及一些鑄造的技巧 包括拋光技術 將它在生命離漏之前的形象 那種變幻將它呈現出來 而另一件雕塑就是姜濤先生 我用泥素的方式將姜濤的容貌雕刻出來 然後將它表面塗上黑板漆 令到雕塑本身有一個黑板書寫的功能 在展覽的過程中 觀眾是可以在雕塑上作悟到的書寫 去感受一下創作背後帶來的嘗試和想像力 我的名字是Mizuki Nishiyama 我是混合日本畫家 我居住在紐約和香港 我的工具涉及的詞 cole話 Sahagics有關於朝股料 代表物、相關於全宗言 中心法治予原始終時 和年代的模擬 這項目олн辨 en中國 尤其是歧視和原始辨 天性,也有其他人 此為之下 我建議中發表於文面 the very approach to Buddhism and also life and arts and crafts has really blossomed and this idea of fertility blossoming and a nuanced sense of freshness in life is, you know, seen in a lot of the works that are being exhibited for example in lotus play there are imageries of bodies on top of each other I think the physicality of flesh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very inherent for us to embrace both the femininity of it, the curves, and also the softness. For example, also in Three Little Spoons, the idea of embracing one another. But also in Onna, which is woman in Japanese, it's inspired by the Japanese phrasing called Furuagari, which means rising from the bath. And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very cleansing and meditative about that instantaneous moment. But all the works, they really, really embrace a sense of humanity and human nature and fertility.